好,新聞專題時間又到 我們今天講的武漢P4實驗室 現在吹得很大 又說法國出售給中國的武漢P4實驗室的秘密故事 周圍這樣講 回顧一下 中法雙方達成合作協議 興建了一個武漢的P4實驗室 P4是一個水平的問題 就是說病毒有多少級 即是警戒和科技水平 是警戒水平 是警戒水平 強調法國情報部門三番四次提出反對 百般阻留這個計劃的具體實驗 主要原因是他們極度懷疑中方確實 具體落實了開發生化武器的計劃 因為中國所有的P3實驗室 都在中國軍隊的掌控之中 作為1972年聯合國禁止 開發生化武器工藥的簽署國之一的法國 無論如何都不願意上述的原因而受到指控 現在這個P4實驗室出現了 也有傳聞說扔了法國出局 全部是由中國自己傳 不是傳聞 是真的嗎? 是真的 首先就… 我先講講自己的意見吧 好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們首先要理解一下 P4實驗室是一個什麼機構 所以我們先進行病毒研究 任何國家都要有一些… 尤其是大型的國家都要有一些… 實驗室是要進行一個病毒研究 病毒研究還是病毒研究 製造一種生化武器 製造一種生化武器 據我所接觸的材料所得 就是這個武漢P4實驗室 就會去抓蝙蝠 在他們身上拿的那些冠狀病毒 包括可能今次也有關係 那我反而研究一下病毒的內容 會不會傳播給人類 接著就要做一些措施 假設有一天pandemic發生 那麼有些… 基礎東西、功夫在那裡 坊間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這些實驗室就製造病毒 那麼差不多世界上很多科學期刊 或者科學的論文都講的了 一種病毒可不可以被製造出來 或者改變成一個病毒的基因呢? 其實是人類未掌握的一種技術 真的很難 就是… 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 一個病毒本身 你製造了出來 你不知道它會怎樣的 你要在人體裡面有試驗的 如果試驗的東西好像現在這樣 有沒有抗體、有沒有… 有沒有抗體、潛伏期有多久 那些東西一定要有很多數據 才可以告訴你 那種病毒的本源是怎樣的 就算被你製造了出來 你敢不敢用呢? 不是戒指毒器 就是這個意思 那其實這些實驗室 那你說在裡面 洩漏新型冠狀病毒 那麼這個 也是更加多餘的 根本它就在那裡附近 抓那些蝙蝠回來 如果那些蝙蝠本身有那種 譬如現在那種新型冠狀病毒的 那我在那個實驗室洩漏出去 跟蝙蝠飛過去 跟蛇和穿山隔滾面再傳給人類 其實沒有分別的 不用洩漏了 因為不是我製造出來的 就是我的意見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是黃絲 所有的觀眾都這樣說我的 那我也是 如果我要抹黑中國 那我覺得它製造生化武器 但是實際上是不會發生的 還有我們 我跟大師說了一個porn 你搞生化武器出來 在自己那裡先爆 搞到鬼馬鹿圍堵中國 那如果你真的製造了一隻病毒出來 搞到這樣就似乎是… 你現在講的是洩漏 它無意洩漏 不是,我說洩漏也無意思的 不是,它不是故意洩漏 不是,就是故意洩漏 無意洩漏也無意思 不是,你之後不是 故意洩漏就固然不可能 現在人家的指控是無意洩漏 但是無意洩漏的指控也是不對的 因為那種病毒 既然我不是製造出來的 我在蝙蝠製造了一樣東西 不是,你聽我說 是 你將幾個概念混淆了 是 你前面是在講這件事情的 是 你以後面就說 你 如果我是自己製造的 也無意洩 假設了前面自己製造的 是成立的 是可以製造的 即是可以製造的 是 你不要將幾個 所以有時候的問題是邏輯問題 你的邏輯的推理是錯了 現在前面的假設 你現在講的是洩漏出沒意思 即是就算洩漏出沒意思 即是假設了前面的前提 就算是這樣的 even if 是這樣的 洩漏出來也無意洩 那你就要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說 它是真的可以製造病毒出來的 那就牽涉了有心事和無心事 設立的問題 不可以整個所有的概念 是嗎 沒有了這個有心事和無心事 因為我基本上是不相信製造病毒 即是你前面後面成立 那即是even if 你就要前面成立了 那後面也不成立 所以你沒有分辨 但是到了現在 這個是主要工… 八國聯軍one hunt 攻擊中國的最主要武器 索償這個位置 就是說你… OK 即是假設了你 assume 你可以製造病毒 而你又 惡意地洩漏了出來 或者不小心洩漏了出來 而搞得世界大亂 講完 講完 OK 第一就是因為現在就是… 之前就是打引力的疫情 嗯 現在就是打… 製造疫情 製造病毒 其實就是一路走 然後每一方位每一道都打一下 是 每一道都打一下 那個狀況 其實當初有時候有人問 這個也是我一直都講 給你看大局的狀況 嗯 就是有一件事情 我問了一個問題 以前是有人跟我說的 我說 如果是英國的話 就是如果… 就是整件事搬到英國 那美國會不會叫他賠償 會不會說他什麼呢 那你不會 所以這個其實呢 如果是的話 你要看那個大局 是啊 那個大局其實就是因為中國 沒錯 OK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英國 發生在加拿大 你不會這樣搞他 發生在首爾也沒有問題 是的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因為中國問題 就是講來講 你發生在英國 你就沒有了 OK 所以你將這件事 接著他就將這件事續樣打 嗯 而這件事就是 你… 你一定不會讓他看這個編發實驗室 是的 那所以呢 是 這件事你指控他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能夠… 沒有辦法能夠是… 反擊他 知道真相吧 你沒有辦法能夠的 你不會讓他看的嘛 那你不讓他看的話一定是你了 你明白嗎? 當然 你讓他搜證嘛 是的 所以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推翻了政權 你進來看的 那麼你已經… 這樣說… 在你的舞台上 這樣說 如果他可以推翻政權 其實也不用看 是的 那麼小事什麼所謂的 你已經搞定了 你都是想推翻政權 OK 所以這個不存在 他們這個… 他講P4成績 其實他們有講過P3的 是的 有講過有可能不是P4是P3 為什麼? 因為P4真的太難 我想說你P4的話不要 因為P4真的出不來的 那時候就曾經他們說P3的 是的 而中國呢 再說你不要說蝙蝠那些東西 因為你那些事實不是研究蝙蝠 那些不是蝙蝠的事實 OK嗎? 很多在自然界的動物採集的 OK 所以問題是 蝙蝠不會飛過去的 因為他們那些上一次在… 上一次在沙士 都找了十多年的 石箭麗他們的船隊才能找到的 在一個非常遠的山洞裡找到的 那找到那隻蝙蝠 所以蝙蝠是不會飛過去美漢的 是 假設是有 它不會跑到去的 所以不是蝙蝠飛過來 踢到去的 那樣東西是不可能發生的 OK 那這件事不是蝙蝠 不是什麼東西 是很多事情會這樣做的 那說回P4成績 P4成績全世界都有幾多間的 很多 其實中國是最少的 中國是只有這一個 是 但是它很接近武漢 有一個原因就是 這些人說 所以其實有些都很接近市區的 是 有些都很接近大城市的 但是當然那些近的外國的大城市 沒有一個大城市 就沒有那樣千多萬人 就是紐約也沒有千多萬人 就是中國人很多 890 所以有1,100萬人的城市 當然你也沒有 但是這個就是 為什麼中國那時候 什麼首都鋼鐵 什麼 你不能搬那些東西走的 你不可以美國搬到華盛頓 因為大家都希望過好生活 你那裡方便很多 你如果 把那些東西 搬到那裡生卡 在那裡會安全一點 但是那些實業人員 就真的想死了 是啊 因為我有一個說法就是 武漢P4實驗室的華盛頓的女人 第一就是學歷不夠 有一個花邊新聞 第二就是 就是她離開了P4實驗室 去這個市場買野味 或者經過所以搞出來的 就是你剛才講的說法 因為她不是刪卡 我想那樣東西 應該是不會去到 暫時有調查 不會那麼多邪的 OK 但是問題就是 還有就是 究竟P4實驗室是 究竟 你說的問題就是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技術 對 你那個技術 你說的是對的 但是你現在的東西是不可以控制的 是的 即是說你暫時不能把技術 不能把那樣東西 是很可控的去做 當然了 其實是了 但是做的技術是有的 他現在是指控你做那些洩漏出來的 是的 所以你說 是的 你不想洩漏的 你不是可控的 不過你洩漏了出來而已 OK 所以這個 你的防守 不是這麼防守的理由 因為它的指控是 你洩漏出來 當然你兩個控制不了 你就是把那些控制不了 它也洩漏出來 明白嗎 你就是這樣控制不了 但是其實你就是在做這件事的 廁所病毒的洗衣室 再說 其實現在的 廁所病毒的洗衣室 是有兩個說法的 嗯 第一個就是你們在研究那些東西 嗯 你們在研究那些東西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你們在研究什麼 嗯 因為那樣東西沒有秘密的 沒有秘密 OK 所以如果你在科學研究 即是他們也在Lancet 都是那些東西發表文章 柳葉刀 是的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們其實最初的時候 那些人 遲了幾天 這是中國自己本身的人說的 嗯 遲了幾天發表的就是那個人 我不知道這件後續是怎樣說的 就是那個人 是因為他要 他先寄出一篇論文 然後他才去法語 然後他才去發表 否則那件事就什麼 即是有一個自私成分 他就急著 最重要就是發表一篇論文去成名 我不知道這個指控是甚麼 但這些我是在大陸的傳媒上看到的 是 我不是在指控大陸的傳媒上看到的 不是在外國的傳媒上看到的 所以大陸有這樣的指控 到最後了 那為甚麼571實驗室 那些生化那些是怎麼來的 你叫我老老實實說 做這些生化武器的研究 我認為全世界都有 就是說你說中國沒有 我認為中國有美國有 法國有英國有 各個都有 你研究一些就是研究生化武器 你還做來做甚麼 就是這個意思 我認為生化武器的研究 是全世界都有的 有 即是說 甚至我想美國是最先進的 不用說的 當初的時候他就研究了 日本的571那些過去 那些人是全部放了 即是那些實驗部隊 那些全部他把那些東西拿去 美國應該以生化武器來說 他認為是最先進的 那生化武器 大家都是一個秘而不宣的東西 即是不用說 哪個潑污水 哪個甚麼 其實家家都有份 我想相對來說 中國應該是最落後的 因為你的P科成績最少 是 我不否認你的說法 是 你的P科成績 因為這是比較甚麼 所以 如果你一講研究生化武器的話 你就 整件事就 太過相信 那些表面的東西 你一個相信你有直覺 誰沒有做生化武器 其實是直覺來的 是常識來的 誰沒有做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 即是你認同是 他做生化武器 又洩漏了出來 搞到滿城風險 不是 我只是說 是 全世界都有做生化武器 當然他會有做 但是問題 沒有可能是他洩漏出來 因為有沒有洩漏出來 這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 因為他有沒有洩漏出來 問題不是一個關鍵點 關鍵點是因為他是中國 是 即是如果洩漏出來 那個是英國或加拿大 是沒事的 是 明白嗎 真正問題的關鍵 就是你是誰 而不是你做了什麼 我覺得其實 因為看了科幻片多 即是 Churve Monkey 所謂洩漏 是不是帶我盡去 去到那個疫情 其實P4是很難洩漏的 是 即是這樣說 即是那個人也帶不到 一隻動物出來 這樣說 難道他真的帶了蝙蝠出來嗎 即是 那個蝙蝠是多少次 即是那些人 那些人本身是一些比較 專業的 OK 我看過一篇文章 那個人就是 說 中國 那個人就是中國人 就是用簡體字 在大陸傳媒發表 他說你不要告訴我 你沒有什麼 即是說到那些人很麻煩 那篇文章都傳得很厲害 是 即是怎樣麻煩 拿出來的食物 那些 就是類似 是 但是他說的不是蝙蝠 即是他的經驗 即是他在哪間醫院 哪間醫院 用了什麼 大家處理的動物 多隨便 或者怎樣做 多麻煩 但是他不是說P4 即是大家會 他那個前 他那個introduction 是P4 但是問題 後面講的例子 全部都是P4 這樣就會產生個誤會 如果你不像我看東西 那麼小心的話 明白嗎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到最後 現在的accusation 很多都是說 很可能是P3 的 即是 那就是accusation 但是我現在 我看東西 你看看 很多人都看大局 那麼問題就是 我知道 我講過了 問題就是 整件事 是因為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是 還是因為打那麼多戰 因為你要skip goal 而且這件事情 是不會反抗的 你是 我一向打擊海的對象 那意思是 不是不會反抗 而是我打擊海的對象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件事情 我也說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英國 以及發生在加拿大 會不會有事 不會有事 沒錯 就是哥斯拉招在東京出現 沒錯 OK 好 今集的新聞專題時間 就是這麼多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